最近很多朋友打算做運動的話會去玩瑜伽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原來玩瑜伽都有機會出現痛症 特別是可能有機會起屁股 出現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今天我們就要講一下 這個俗稱叫做Yoga Butt的問題是怎樣形成 以及有什麼解決方法 玩瑜伽的朋友做很多一些 有些 forward bending 或者是分腿伸展動作的時候 大腿後面的肌肉 我們要過乘機 他們的肌腱因為長期有一些過份拉伸 over stretch 的時候 而逐漸令到肌腱產生一些過流的反應 常見於一些剛開始接觸瑜伽的朋友 但他又會很 devote 不斷去訓練 他的訓練量突然間略升了 特別是當他做一些動作 他很想做到一些 split 的動作的時候 他會不斷過份去練習 這些 hamstring 的拉伸 就會容易出現這個問題 我隔城機的肌腱出現嚴重的螺旋問題 可能他連坐的時候 都會覺得肌腱手壓而覺得不舒服 躺在這裡 雙腳 膝頭 屈曲 做的時候一定要收腹 然後推腿上去的時候 好 盡量可以去到膝關節 鬆關節和身體成一直線 膝關節屈曲用力 這樣才可以更加啟動到 我們的 hamstring 用力 我們將烏鈴放在腳的中間 然後我們保持腰挺直 膝頭微微屈曲 好 先拿起烏鈴 kettlebell 好 好做的時候以寬關節為軸心 慢慢向前Band 然後落到某一個點 覺得後面擴承機 Hamstring 的機會拉長 可以站直